接觸攝影多年的大三學生林允澤 勇敢的踏出人生重要一步 花了五年準備開了第一個攝影歌展 而主題是自己的家鄉基隆 在我國中的時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我並不在基隆 並不在家鄉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 甚至不在台灣 那遊歷過後回來之後 才發現自己的家鄉 其實是最美的 所以透過攝影展的方式 帶領大家去看見我最美的家鄉 那也讓外地人 重新的去認識我的家鄉 而在開幕茶會上 眾多的親友團特別來為他加油 祝福並鼓勵他 尋找到學習的方向 對 就是覺得要上台那幾分鐘 我就覺得我好像耗盡某個一輩子 我才有辦法在台上那幾分鐘 所以我非常能夠感受就是 每一次要都請我發表之前的那種 那種焦慮 那種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對 那種覺得我應該還要再更好 可以再更好 那上台有沒有完全已經沒有辦法去思考 好跟不好這件事情 上台之後只能把你所準備好的一切 就是把它發揮出來 今天其實雲哲 他把他階段性的這個成果 那也透過這一次的展覽 能夠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覺得很感動 我剛剛坐在下游艙 我的哭點有點太平 我剛剛坐在下游艙 我已經快要飆淚的感覺了 那那個飆淚當然是一方面是 我們真的是一路陪伴成長 就像他說我們給他很大的空間 因為我常常覺得說 我不會在意孩子們所謂的分數這件事情 我永遠都沒有覺得分數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主動是你學習的一部分 而且是一小部分 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 其實不是數字可以懂一樣的 但是你的進步 這件事情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你變得更好這件事情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 親戶團之一的紀詠市長林又昌說 大三的時候他自己還在學畫圖 而允澤同學很有想法 對人生已經有了初步的努力方向 他感到相當的高興 我跟我太太一開始在笑說 那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一開始在他開始學攝影的時候 特別是在高中自學的那個階段 他對空拍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自己都學空拍 然後也製作這個自學的這個題目 那學習攝影 但是沒有想到他其實最近這三年 攝影的這個成熟度真的成長的幅度 每一片都看得到 那讓我覺得更驚訝的是 我們家哥哥 他以前叫做神畫一哥 你問他什麼呢 他大概就只有回答你一句話 然後呢在神畫一哥之外呢 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簡 以前小時候寫作文的時候 都非常的短 那但是我覺得他最近這幾年 除了攝影的這個能力 這個增加很多之外 我覺得他現在有另外一個能力 是能夠把他心裡面的感觸 還有他對影像 看到透過鏡頭看到的這些事物 他透過文字把它這個詮釋出來 所以最近其實我看到他的臉書 然後這個 這些文字 我覺得非常的精確 而且喜戀 然後非常帶有情感 那胡昌東我看來 其實是有follow他的粉絲頁 但社會父母呢 也不能跟他講說 我們有在follow你的粉絲 但是真的是看到他這樣的成長很開心 大三的旅影哲 多年來在基隆上山下海 及空拍 主要是受到攝影大師 齊柏林的啟發 讓他對空拍攝影很有興趣 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故鄉基隆 那基隆他既是三層 他也是海層 那既是商港 他也是軍港 那他有獨特的自然風貌 那這些國外有 我們基隆通通都有 那在我眼中下的基隆 在以前他其實是一個 灰灰暗暗的城市 那經過都市改造之後 他煥然一新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亮點 新的起點城市 那除了說剛剛的自然風貌之外 還有他有很多的人文歷史產 那像我們說的 他是商港 所以我們也有商港 郵輪港的部分 去做一個呈現 那我們也有自然景觀的部分 還有新的樣貌 新的建設 我們一一的來去做呈現 而這個移影代言 建基隆攝影站 從即日起到7月20號 地點在東岸商城的建樹店 可以一起來看看 林允澤影像中的基隆山海媒景 重新看到基隆的蛻變 然後 活動最後呢 我想要說 我是基隆人 我驕傲 記者黃日升 基隆報導